卢秀燕批蔡英文牺牲台湾中部人民健康 日前蔡英文参加台北举行的反对核电大游行 让台湾舆论错愕不已 有评论指出蔡英文参加这场游行 难道是在反对自己的执政吗 蔡英文为何进行如此奇怪的政治作秀 稍后热点投视由两岸嘉宾为您详细解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节目 我是主持人桑城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日前岛内举行了废河游行 蔡英文等人高调参加 然而各界对此批驳不断 有舆论认为蔡英文当局此举分明 就是用行动招告天下自己无能 并且还有分析称 蔡英文此次参与就是为了吸引选票 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 自上台后从未参加街头活动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参与岛内27号的废河游行 对此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表示 蔡英文明明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面对能源问题却只能老实动众上街游行 分明就是用行动招告天下自己的无能 针对27号蔡英文参加废河游行 重申台湾不会缺电 台中市长卢秀燕怒轰 蔡英文说台湾不会缺电 是因为民进党禁掉核电以后 大量使用煤电跟火力发电 卢秀燕还喊话蔡英文 就要告诉我们不用核电 那绿色替代能源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煤电火力发电 就是牺牲中部人的健康 此前同意重启台湾第二核电厂的 民进党当局 如今却参加废河大游行 被质疑这场游行的诉求 是要表达给谁听 张善正痛批 蔡英文到现在也无法解决核能争议 是因为民进党一直都用 政治的角度去操作 煽动民众上街游行 搞意识形态 刻意让核能议题染上颜色 虽然能吸引特定团体的选票 却也加深了台湾的社会裂痕 对于蔡英文加入游行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表示 很奇怪 柯文哲在受访时称 执政者有问题就自己解决问题就好 还上街游行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执政者有问题 就自己去处理解决问题就好了 还去上街游行不是很奇怪吗 不然你当执政者 把时间省下去做事吧 据台媒报道称 民进党内2020初选之争升温 蔡英文赖清德两个人27号 都出席了台湾费核游行 但是彼此之间 却避开出场时间并未碰面 此外民进党5月1号将召开中常会 计划讨论民进党2020初选时程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湾费核游行日前在台北高雄两地登场 台北厂部分 蔡英文与赖清德同场位碰面 分别在第一大队及第二大队现身 参与游行 这也让外界秀出 民进党2020初选之争的角力 想要跟人再聊一下吗 你们那么近距离 大概不到100公尺 不是以劝退哪一个人为我们的目的 我们再提供一个空间 那如果有这样的意识上的误解 就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我们以后要更清楚 但是我希望不要给任何一个压力 这样听起来还会有第二次的建议 我们一直努力 此外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27号受访时表示 5月1号仍将召开民进党中常会 处理民进党2020初选七成 在中职会共识 不停止初选机制 不改变原有流程下 预计5月31号前就会做民调 下面请您收看简讯 如果不看署名 您能看出这些画作是出自两岸的小朋友们吗 这是第十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的现场 精选展出两岸少儿作品近300幅 其中台湾作品80幅 除了新鲜出炉的第十届 理想世界为主题的获奖作品 也特别汇聚了第一届至第九届的精彩作品 共同展出 三个人的跳舞感觉很漂亮 而且又很亮 想把世界变漂亮 大展源起于2008年的汶川之行 2009年首届发起于厦门 随后的九年间 大展往返于海峡两岸 将孩子们成长的足迹 留在北京 台北 福州等地 十年间两岸的孩子们 共同用画笔表达对世界 多彩奇幻的创想 也表达了心中的理想世界 我们希望既然已经取了那么多的经验 也有初步的成果 这个对于中华文化的推动跟发展 是一个杂根的工作 现在杂根有一点点基础 还要继续努力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展览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日前 三号海峡杯两岸中学生 篮球邀请赛在上海开赛 全部赛程为期五天 累计有36场比赛 参赛运动员整齐列队入场 展示了青年人朝气蓬勃的风采 参加本次赛事的16支高级中学的 优秀球队分别来自两岸的10座城市 男女各有8支球队上场队垒 此次赛事进一步促进 两岸青少年的篮球运动交流 通过竞赛先互学习 切磋球艺 增进共识 共同提高 海峡杯创办于2016年 上海市体育局和台北市体育局约定 每年在上海与台北 分别举办一次赛事 打造成为互台两地的篮球交流平台 蔡英文高调参加反对核电游行 引发台湾舆论错愕 身为执政者却上街抗议 难道是自己反对自己 核能发电如何被民进党 一步步操作成意识形态 想借核电争议强行蹭热度 蔡英文能否如愿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蔡英文蹭反核热点被批骗子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日前蔡英文参加台北举行的 反对核电大游行 让台湾的舆论感到错愕不已 有评论指出 蔡英文参加这场游行 难道是在反对自己的执政吗 还有声音批评说 目前台湾已经陷入了缺电的困境 但是蔡英文还是把反对核电 作为意识形态紧抱着不放 那么蔡英文为何进行 如此奇怪的政治作秀 借游行拼人气 其结果是否已经适得其反了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 台湾实信大学的游子祥教授您好 参成北京的松领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朱松领教授欢迎 子祥好游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蔡英文她自己本身就是 台湾地区领导人是执政者 那么她上街去游行是反对谁呢 反对自己还是反对人民 好像都说不过去吧 我们都很清楚 关于乙和养绿的问题 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 已经通过所谓的公投 确定下来了 那就是废核不行 还是要乙和养绿 民进党所提出来的 2025年的非核家园 被老百姓给否决了 老百姓否决之后 本来台湾当局是应该听 老百姓这个呼声和结果的 顺应民意嘛 对 但是反过来 她这个上街一游行 老百姓看糊涂了 你说你确定了一个政策 让我们去通过所谓公民投票的方式 来决定 我们决定了 你又上街去反对我们 那你是要反对谁呢 所以说蔡英文这个反对呢 基本上一个是 看起来是反对她自己 反对执政者 第二点呢 就是反对老百姓 所谓公民投票的结果 这也充分说明啊 民进党搞所谓的公民投票 是假的 是为了投票 是为了选举 那么这一次上街呢 明显也看出来 也有这样一个目的 您刚才也专门提到了 他上街要干什么呢 一个 是要蹭热度 因为在他上街游行的这一天呢 正好啊 这个在台湾岛内 还有一场大的活动 那就是有一批 所谓的韩粉 韩迷 来支持韩国瑜啊 这个去竞选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那么这样的大好机会呢 对于蔡英文来讲啊 这个不想放过 因为现在岛内人气最旺的 那就是韩国瑜 那能参加上他的热度呢 那个蔡英文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网络声量就提上去了 那么再跟这个赖清德 进行民进党内的 这个所谓的台湾当局领导人 初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能蹭上这个热度 提高自己的声量 第二点呢就是比人气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反核的这个游行呢 赖清德也参加 赖清德本身呢 是在跟他争民进党 这个民意代表 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台湾当局的 领导人的候选人 所以赖清德上街 那蔡英文也得上街 你上街去拼 我也得上街去拼 那么赖清德的人呢 出去以后呢 看到那个游行队伍里边 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里边很多人 打着反核的名义 其实好多人举的这个旗帜啊 举的相关的一些标语啊 都是台独的一些标语 其目的呢 就是非赖不选 公平这个初选 不谈呢 这样一些问题 可见呢 这个反核呢 也是个幌子 那么蔡英文这边呢 也有一些人在里边喊 支持小英 反对这个赖清德的 这样的一种搅局 那么这种声音呢 也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 两方啊 在比人气 而且比人气的过程当中呢 双方啊 你不见我 我不见你 还不好意思见面 但是呢 让他底下的人 互相当骂架 不管基于几点理由 让蔡英文这次走上街头啊 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算计啊 不过刚才呢 朱教授呢 也提到特别一点 就是去年在岛内的一场 所谓公投当中 岛内绝大多数的民众 是不愿意看到 在2025年之前 废除核电的啊 那么 游教授您觉得 作为执政党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够 顺应民意 偏偏要进核 而这些年 核电 作为一个民生议题 又是如何被民进党 一步步地炒作成为了一个 意识形态议题的呢 2000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 陈水扁执政了 你不是一天到晚反核吗 执政了就废啊 他2000年的时候 他就真的停建了 台湾最重要 正要建的一个新的核电厂 叫做核四 第四个核电厂 本来有三个 那三个都旧了嘛 换一个新的 结果民进党执政之后说 新的我不要了 旧的还继续发电啊 他新的不要了 新的不要之后 马上台湾老百姓受不了 觉得没有这个 那你要拿什么来发电呢 所以后来隔了一年 又说恢复了 那因为要恢复 又要安抚他的支持者 所以就编出了一个叫 非核家园的目标 后来蔡英文还明确地定出来 2025不要核能 我们前面说过 你要电 要很多发电方式 你说2025不要核能 那你要拿别的来换呢 那你不能用民进党 在示威抗议的时候说 我们用爱发电了 用爱只能停电了 不能发电了 所以呢 怎么样会有电呢 他又不给你一个交代 所以把它搞得非常复杂 本来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大家认为 那应该可以恢复吧 你被陈水扁搞成这样 马英九可以盖吧 可是当时刚好又发生了一个 日本的2011年的福岛灾变 所以民进党又煽动群众抗议 抗议到最后 马英九也不敢盖了 只好说我们暂时停一下 那为什么最近主张要核能的人越来越多呢 因为大家发现 如果没有核能就烧煤啊 如果烧煤的结果 就是排碳量大幅增加 空气的质量下降 PM2.5的问题 最后而且还会缺电 所以你看民进党后来 在去年的时候 又说要盖新的烧煤的电厂 这个对台湾民众的感觉就是 我煤了核能之后 换来的是什么呢 换来的就是更多烧煤的电厂 还有缺电的危机 所以大家更理性思考之后 认为这个新的核能电厂 其实盖了也不错啊 淘汰掉旧的 然后让台湾的发电来源更多元 降低一点碳排放 改善一点空气 不是很好吗 但是民进党 就是硬要把这个题目政治化 即使自己执政了 还要上街抗议 你就知道这个不理性的程度 大家要问的就是 电从哪里来 你告诉我就好了 你是执政者 你应该去找电呢 怎么上街抗议呢 所以确实蔡英文跟赖清德 上街头的这件事 让大家看清了 原来民进党就是搞政治最内行 解决问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切的问题呢 都是以政治优先自己的政治利益来算解 那么对于是不是利用核电这个议题呢 我们看到这次朱立伦呢 也明确地指出说 虽然民进党嘴上口口声声地说 什么要废核进核 什么五核家园等等 但实际上 他们执政以来 刚才也谈到了是重启核电 而且算一算 他们所用的这个核电 一点也不比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期要少 所以您如何看待民进党 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言行不一的这样一种做法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核心的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字 骗 骗什么呢 第一 骗选票 第二呢 这个骗选民 第三个呢 骗自己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一个方面呢 说这个骗选票 2025非核家园 2020年马上要选一个 所谓二合一选举 选完了以后呢 即使民进党还能执政 那也就到2024年 2025年谁执政还说不上呢 你定下这个目标来让别人去实现 那别人上台以后可能又发现 这个问题不行啊 可能要改变它 或者说换了另外一个政党来执政了以后 突然发现这个问题不行啊 这个不现实啊 那现实不现实的 跟它没关系了 反正选票先骗到再说 第二呢 这个骗自己骗当局 这个明确提出来 我们要进行这个非核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举动 然后呢 突然发现电不够用啊 怎么发现的呢 在这个2016年的5月份啊 这个蔡英文执政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台湾岛内严重缺电 所以它没有办法 2016年6月份就开始重启了核一 那么之后呢 有一段时间之内啊 台湾岛内再一次的严重缺电 缺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台湾岛内总共有800万户用电者 那么有一次就达到668万户 瞬间停电 那么这就意味着 台湾岛内四分之三以上的这个用户啊 一下子就没电了 突然无预警的停电 那么这种情况就引起了 它岛内的恐慌 就是大家很明白啊 现在岛内最重要的是缺电 缺电你怎么办 那么台湾当局没法子 民进党当局呢 又开始重启这个核二的二号机 可见啊 这个说的那一套 想法可能很丰满 但是现实确实很骨感 现实就是需要电 而且呢 我们也都知道啊 现在这个全球 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在安全利用核能方面呢 都做得很扎实 很好 而且很多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呢 都在这个安全的利用核能 充分的这个利用核能 而且全球啊 对于核能的利用 民间的这个利用 安全的利用 都有着这个非常好的 国际条约的一些保护 甚至呢 这个核废料如何处理呢 这个也有这个越来越好的 这个处理方法 应该说安全用核用电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现在啊 民进党当局也明明知道这一点 明明知道呢 这些可以通过跟科学家的沟通 来解决 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手段 来解决 但是呢 他不这么去做 因为这样解决了以后 自己就没有议题可打了 未来选举照谁家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片 民进党鼓吹2025年废除核电 已被台湾民众拒绝 空气污染日益严重 缺电危机频发下走企业 蔡英文 赖清德 为何都要借核电炒热度 只为连任却不倾听民意 民进党是否会加速崩溃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刚才谈到了什么缺电啊 还有严重的空气污染等等啊 这些民生议题 搞得倒内也是民怨沸腾 所以游教授在您看来 那么作为一个执政党 是不是应该首先 为老百姓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然后再去净核 那现在他们的做法 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而且如果继续欺骗下去的话 这一招还好使吗 其实啊 用电问题 本来是一个可以 比较理性讨论的问题啊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术嘛 你台湾需要多少电 现在有哪些电厂 能够发多少电 而且这个发电量啊 一定要比用电量再高出一点 因为如果你刚刚好的话 那只要稍微波动一下 那不就缺电了吗 就跳电了吗 所以这其实本来很简单的啊 那你以台湾所有的发电来看 现在核能其实只占一成 10%左右 那如果你不要核能 你拿什么来补呢 如果你是拿非常好的绿色能源 绿能来补 那谁不要 大家都要啊 问题是现阶段 台湾的绿能只占5% 你说如果2025就要飞核 一下这个5 能够把那个空缺的10给补起来吗 大家挺怀疑的 所以呢 如果民进党好好执政 你就告诉大家 我绿色能源的发展很不错 然后可以替代 那如果不能替代 还有个核能电厂可以用 以防万一不就得了吗 它不是这样 它就先把核能给删掉 然后绿能明明没有增长 那请问台湾缺的电从哪里来呢 那很简单啦 我们刚刚说核能占10 然后绿能占5 剩下85是什么呢 剩下85就是烧煤 烧天然气 烧油 就这三种 而且其中啊 烧煤还超过一半 这所有这个石化能源的一半 所以呢 你就知道最后如果核能没了 它会怎么做 就烧煤嘛 那烧煤就是 不就不是以爱发电了 那就是要么缺电 要么以肺发电了 所以对很多台湾民众来说 你正确的处理方式是 要么告诉我绿能在哪里 如果绿能没有 你告诉我 我用新的核能电厂来弥补 结果都不是最后去烧煤 烧了煤之后人家问他说 你怎么能烧煤呢 他还告诉你 那个煤是干净的煤 大家还记得吗 就发明了这四个字 大家想说 煤怎么样都是脏的 就算你取个名字叫干净 还是相对于其他发电 是比较不好的 你居然好好的核能电厂 不用去烧煤 所有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只有蔡英文看不清楚 难道是真的糊涂吗 恐怕是装糊涂 那刚才你也谈到了 这一次呢 不单单是蔡英文上街 一起参加反核游行 那么赖清德也参加了 虽然两个人没在同一梯队 但是同时出现在游行队伍当中 有评论人为说 就是您刚才所分析的 不过就是想借这次游行 来拼人气 蹭热点 来提升自己的支持度 顺利地能够在党内的 初选当中过关 但是您认为 他们真的拼到了人气 蹭到了热点吗 蔡和赖的两方的支持者 都参加了游行队伍 同样都参加这样一支游行队伍 都表面上看起来是奔着 同一个目标去做的 但是两队之间互掐 甚至两队之间一度 形势非常紧张 最后警察把他们给分开了 所以说的 其中的政治味火药味十足 也就让大家看明白了 他们上街去搞反核游行 其目的恐怕不是在他表面上 所宣示的这样 目的还是双方之间拼人气 想互掐 那么老百姓看清楚了 这个问题之后 可以说他这个目的 就被别人戳穿了 那么他这个面具 道具就被别人戳穿了 那么最终很可能就会变成 2020年选举过程当中的 一个笑话 我说国民党要是聪明的话 打这个议题会很有意思 第二点 看实质 从实质上来看 这个民进党确实 现在掌握着全岛的 这个全面的执政权 一个方面 这个行政权在他手里面 蔡英文是台湾当局的 最高领导人 台湾行政当局的 最高领导人 也在他们手里边 台湾的民意代表部门里边 三分之二以上的民意代表 是民进党籍的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很简单 你解决不了 跑到街上去跟老百姓说 我要抗议 你抗议什么呢 抗议自己解决不了问题 是不是在说明自己的无能 所以这些问题 确实在实质上 也让老百姓看清楚了 民进党就是这么一群货色的人 让他们继续执政 恐怕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 第三个 从结论上来说 老百姓已经看清楚了 民进党都上街反对自己了 还需要敌人来打垮他们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也可以说 如果说民进党继续这样表演下去 这样的荒谬的闹剧不断的话 恐怕2020年不需要别人打 自己把自己就打倒了 确实蔡赖两个人这一场 上街游行的政治秀 像您所说的 真的是非常的不高明 自我打脸 不过借这种选举期间 炒作意识形态来保住 基本盘的做法 民进党在以往的选举过程当中 也是经常用 可以说是一种老套的手法 那么以往也是曾经 取得过一些效果的 不过游教授您觉得 在如今岛内这样一种 新民意的氛围之下 还在采用这些老套的手法 那么对于民进党的选情 会有帮助吗 民进党应该更理性地 来处理在对裁队 比如说如果你有绿能 你有天然气 他同时还要告诉 台湾百姓一件事 绿能就算做得到 加上天然气 台湾的电价 是会大幅上涨的 因为成本是不一样的 他不想面对这个问题 而且他把时间推到2025 确实如松领兄前面说的 这2025谁来兑现 那是后面的人的事 所以其实搞了半天 就是非常不理性地 在搞政治 很多专家告诉他 能源问题不能这样解决 他们还是我行我素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其实早就被认为 是一个执政能力很差的党 然后可是一到选举 你看蔡英文 前两年有气无力那个样子 现在要跟赖清德选举了 全身的能量都来了 到处这里一下搞网络了 那里一下参加抗议了 你就知道我们选你来是当家执政的 你在干什么啊 所以民进党难免让很多台湾民众觉得 它是执政无能 选举无休 那这种执政无能选举无休的印象 只会因为蔡英文跟赖清德 自己执政还上街 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认为啊 过去这张牌或许有用 他们过去把何能妖魔化 然后一副要对抗大恶魔的那种模样 可是现在看起来 随着台湾百姓越来越理性 跳电的经验大家都有了 然后民进党去年年初说要烧煤 被抗议一下之后 说干净的煤抗议之后 又说不要了 再换一个 你就可以大家早就看出来 民进党在能源政策上 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才会有去年公投的结果 所以我认为 他们现在如果还想走这个路线 玩这一招的话 效果是非常差的 所以蔡英文跟赖清德 昨天的上街 反而更让很多理性选民看到 如果再让这样的党当家下去 台湾恐怕跳电污染 什么都不会解决 只是越来越乱而已 确实执政者有时间走上街头 不如多花些时间 去想一想解决问题的办法 毕竟用爱发不了电 如果真的爱人民 就应该去认真的做事 而不是作秀 否则大家为什么要说 当家的 反当家的 真的是下台的前兆 感谢两位的点评分析 谢谢邮教授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朱教授 谢谢主持人 谢谢邮教授 观众朋友 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海下两岸 再会 还会找到 再会 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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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